《无休三内,本出尘袍,迎新不出,尘不可出》 有一些人读这个经典,害怕了 为什么害怕呢? 怕的是他念佛不能往生 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他恩爱的夫妇丢不了 太太爱先生,先生爱太太 还有小孩爱他的父母,父母爱他的小孩,这怎么办? 深重的恩爱断不了 所以忧心忡忡,我遇到很多同修 听我讲这个,他读到经文,读了给我说 法师,这怎么办呢? 我就老实告诉他了 女同修,你爱你的先生 是,我说你那个爱是假的 我说怎么是假的? 我说怎么不是假的? 你能爱几年呢? 死了以后大家分手再也不见面了 见面也不认识了 你那不是真爱啊 你假的呀 这什么是真爱?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真正的永远照顾他 如果夫妇两个都修佛更好 两个都能够通达这个 都不晓得这个四十的真相 用真正来修学 这才能永远在一起 否则的话,决定做不到 好